嗯,嗯,嗯,我的碎片爱好者们,喜好安全带,因为今天我们要全力投入到加勒特·克莱敦的生日排队的梦幻深处,欢迎回到同志名人暗恋角落,在这里我们带着不禁的态度享受挑剔,现在,让我们现实一点,虽然我不愿意承认,但当加勒特·克莱敦出现时,我早已过了迷恋的年龄,但莫,谁能得当着青春热情的互换呢? 我被年轻一代鼓励去歇关于加勒特的事,让我告诉你,我可以告诉你,这真是一次令人打开眼界的经历,在我那个时代,安恋像是每分一大一样多,但其中一个公开承认,根本不可能,嗯,至少不是在他们成功的巅峰时期,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,生活在一个像加勒特·克莱敦这样英俊且有魅力的人,能够自豪地站立,并为所有人会五彩虹气的世界里, 这五一是进步的一个标志,但如果我对那些当统治意味着成为叛逆者,先锋与潮流对抗的战士的日子感到怀旧,请原谅我,还记得当年那些心意的明星,对他们的同性恋粉丝视而不见,甚至公开排斥他们的日子吗? 那些所谓的好时光,或者并非如此,面对他吧,克克卡梅隆,我们都在看着你,但莫,不像一些不愿提及名字的前欧响,克克卡梅隆 加勒特·克莱敦争以及大家的热情拥抱他的多样角色,挑战科版印象,为好莱坞开披心道路 现在,让我们谈谈加勒特·克莱敦从健康的迪士尼少年偶像到戏剧性暂停的职业轨迹 同性恋色情明星?是的,你没听错,各位 我必须承认,当我第一次遇到King Cobra时,我比孩子进汤锅店还要兴奋 我默默没想到,我的兴奋很快就被一种困惑和,我敢这么说,到的困境 我的意思是,我这里正怀念着地是你害谈青春电影那些误写的日子 突然间,加勒特·克莱敦变成了一名男同性恋色情明星呢 这就像眨眼间走迷老鼠变成迷老名一样 胆膜,我又有什么资格评判呢?或许这证明了加勒特作为一个演员的多猜多疑 或许这是时代的标志 提醒我们,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,纯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或许,只是或许,我正变得更像我的父母 以一种基亲切又略现尴尬的热情紧抓着我的童年记忆 哎,随着念碎增长,我们意识到即便是幻想中的暗恋对象 也可能出现一项不到的转折 所以,这背景呢? 加勒特·克莱敦,你总是让我们充满期待 一次次挑战我们的看法 呃,为另一个战性随章的念头干杯 主加勒特33岁生日快乐 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